其实请各位参考一下我们书里面的第五章 第五章里面写的还蛮多的 写了一大堆 我只是把最重要的部分把它摘录出来 另外的话我发现就是说 在Pipe的官网上面 作者他又补充了说你可以下载整个清单 我看到之后我就把它试了一下 我发现真的可以整个清单下载下来 那所谓的清单实际上就是我每一次上课 都会提供给各位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播放清单 那所谓的播放清单就是 如果你们以后要提供给人家影片的话 那比如说我们上课可能有几段 可能有假设有12段影片的话 那你假设说你要丢影片 我总不可能说一个影片就丢一封信件 那你如果开12封信才能看到12个影片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影片传上去之后 整个OK 那这里面的话他有提到就是说 在这个上面可以下载整个清单 语法非常简单 在这里 You can also download complete YouTube playlist 这边的话大概几个重点 所以有一个下载 所以你会发现下载底线跟5o好蛮像的 所以你会发现好像搭起来有一个共通点 那写法的话呢 不过我是建议你们要练习的话 尽量就是回去再练习吧 像刚刚这一题的话 其实全部都不用做任何事情 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好 像刚刚这个写这么多 其实呢你只需要写三行 这边把它注解 像刚刚这个如果你要download的话 你就写这三行就可以了 一样去from那个PiTube里面 但是input就不是那个YouTube 而是prelase 它里面的一个这个这个 一个module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话 应该也是一个class 这边在这个module里面的一个class 那这个class的话呢 只要给它一个连结清单连结 那连结清单在哪里 清单就这一个 有没有我们get的这个 get的这个把它直接复制之后 放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有没有 清单连结 然后后面加一个点什么呢 点downloadall就可以了 ok然后它就怎么样 帮我全部download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理论上 如果我要把旧的先删掉一下 那这边的话我先把它删掉 但是还是需要跑一点时间 那这个更快 所以我教各位方法 这个方法回去的话 你甚至要download我的影片 就更简单的 就是这三行 然后那个连结改一下就好 ok然后呢 它当然会一个个跑 一个一个帮你download下来 看一下这边 用大小排序一下 还没 不过可能会下载的 是不是大家也都在下载 然后它就一个一个慢慢下载 一个慢慢下载 那不过呢 我看了一下它那个说明 它是解析度就没办法调整 就是都是最最高的 好像底下有写 如果要改 你就可能要用那个 刚刚那个回圈里面的 单个下载才有办法修改 OK 那这个完成之后的话 待会我们就再来看 这个有关下载YouTube的 那个焦点新闻 后面的就是延伸出去 比如说我今天要下载的是 在那个Yahoo的首页里面 这边有焦点新闻 一直到影音 就上面这些连结 然后我希望把这个标题 跟这个的连结 把它怎么样 把它下载下来 放到我们的下方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也许请各位试试看 我前面讲过嘛 一你可以先找到其中 按右键 检查一下 二的话呢 再找到什么呢 找到它的一些关键的地方 不过你会发现 spam上次有讲到 它只有spam可以抓到test 如果你要抓到HREF 一定要A 所以你要往上去 上一层去抓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 也是 讲过了 Yahoo部分的话 上一次讲过 我们就直接跳过 那直接看那个et today 这部分 那请各位看一下 et today这个网站 我们主要想要抓什么 抓这个 抓焦点新闻里面的 这几个 二四六八十个新闻 就是从什么相亲失败 他十二年后 惨遭对象 然后最后一个是 孙鹏喝醉酒闹事 什么 天室器画面曝光 推人又自摔 什么什么的 又是喝酒闹事 OK 反正都是这些新闻 那重点不是新闻 我们重点是把他抓下来就好了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当然我们来转一下 各位看一下 城市不多 不少就这么多 一样的用Beautiful Ship 然后去把他趴下来之后的话 去Fly什么 Fly他的一些相关重点 那怎么做 特别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边我是分三阶段做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范例 又比之前的来得更复杂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东西 可能就是放在很多 很多不同的DIV里面 那可是我只要 某一部分的DIV的话 我可以先抓第一个 再抓往里面抓 再往里面抓 一层一层的抓 所以特别注意 我的写法是这样 跟各位讲 一我先找到这个 检查一下 那首先的话 这边的话 我大概找到他 他一定也是一个A 所以然后他那个什么 HREF在这里 所以我可以知道说 跟这个很像 不过我把他转下来之后 发现什么 因为底下即时人气 或者是底下这么多的新闻 他也都长一样 所以会变成说 我不只交点新闻 其他的新闻 也都被我抓下来了 那怎么办 第二个请你缩小范围 往上找 往上找之后发现 他是H3 下一个也是H3 所以基本上 他的每一个新闻 一定都是放在H3 就是H3 H就是 那个什么 黑的 就是标题 标题三零 标题三零 像那个握手标题一最大 标题二零 它有阶层的 那再来的话 如果说我还要再往里 因为H3 我发现底下这边也是H3 像这个机器人气这个也是H3 所以如果我找H3的话 全部可能会找到别的新闻 那怎么办 有个方法 最后我们就再往上一层找 如果我不要所有的H3 我就可以往上找 你会发现你游标放的位置 这一块 DIV有没有 再往上这一块 这一块好像有点接近 再往上找 你会发现 它这一块前面就DIV 那这个DIV实际上就是一个板块 在网页里面 排版的一个单位 就是这一块 这么大的一个网页 我就是这一块 范围 里面就放交点新闻 OK 那它的class名称叫什么 class名称叫 那个什么 block content 所以我如果我说呢 要抓的话 我就分三层 第一个的话先用find 因为不用find 因为它只会有找到一个焦点新闻的block 第二个的话 在这个block里面再往下找h3 在h3里面再去找到a跟超连结 所以特别注意 请大家看一下 那我程式run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我怎么找 第一 我先用find 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DIV这个block 这个block只会有一次 所以你不能用find 那找到的话 它就会帮你怎么样 把那个block的 那个东西 所以我把它print好了 这边 里面特别注意 它只会把那个里面的原始码 全部帮你抓出来 而特别注意 只会抓什么 抓那个block content里面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抓到了 你会发现它就是 从那个什么block content开始 到DIV就这一段 有点像原始码好多一大堆 它就是帮你把那一段先切开来的 OK 切开来之后 我要再有点像剥洋葱吧 有点像洋葱 里面我先找到一部分 再从洋葱里面再去切 再去切 所以这接下来的话 那第二段就是什么 第二段就是再去找那个什么h3 那h3的话因为很多个 所以用find all 它过来的话 就是一个list 再从这个list里面去做什么 去find a跟href 所以最后找到的话 也就是会是我们要的结果 那我是把它分三层 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个可以把它print关掉 然后你会发现 最后找到的 就会是我们要的那个标题 跟什么 跟它的那个网址 OK有没有 像亲失败这个没错 然后是 怎么变孟加拉 跟各位讲 这个更新很快 它这个新闻 马上又改了 有没有 孟加拉 刚刚是孙鹏 孙鹏的呢 不见了 因为可能又被 什么 戳掉了吧 OK可能慢慢 因为它可能会觉得 影响到他吧 OK不重要 反正就是我们有抓到 我们要的新闻就OK了 把画面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个ET的对 那当然后面其实可以延伸练习 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 请各位怎么样 把这个网址里面刚刚是把那个网址里面影片下载 这个练习其实也可以练习什么 帮我把那个这个连结里面的新闻的那个部分区块 帮我把里面的文字下载下来 有没有 得到它的文字 然后存一个档 得到一个文字存一个TST档好了 有没有 那这个可以思考一下 存档就两行嘛 那你必须怎么样 把那个网址里面的 所以这个可能要让它跳出来 然后把去分析一下 它这边里面的文字从哪边到哪边 就这边有没有 然后帮我把它下载 里面的TST 以后可能可以再存在资料库嘛 比如说以后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写一个台湾的网路媒体 所有每天新闻的这个什么 新闻的连结跟内容的资料库 OK那怎么做 其实就我刚刚讲的 那怎么做 后续延伸我想请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跟刚刚那个YouTube download蛮像的 只是说呢 会不会有一个工具 就是可以什么 叫hyperlink download 对 如果有的话那更好 hyperlink直接图 图什么图一个string 那就可以直接 或者图一个TST 看也没有人写这种东西 如果有的话你找找看 那就直接可以帮你存档 如果没有的话 变成后面你可能要自己写吧 大概就是这样子 OK 试一下